大家好 我叫孙欣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呢 大家可以随意一点 直接叫我老孙就好 老孙45了 有超过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前10年 在广告公司 做创意文案设计策划 后10年 在医疗行业 做营销和运营管理 最近一年呢 傅贤在家 专职写作 写小说和剧本 我这个人呢 没有特别耀眼的才华 我只有一样 最大的本事就是讲故事 至于今天的 我求职的意向呢 大概有三个 一类呢 是广告公司的 创意文案 第二类呢 是传统的 消费品公司的营销策划 第三类呢 就是跟影视媒体 有关系的编剧岗位 好 谢谢大家 杜丽老师你好 哎呀 他的字写得真漂亮 我一直认为 字写得好的人呢 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积淀 我也是 这个字至少练了20年以上 来 聊聊孙心吧 你刚才说的那三个工作 其实都与文字相关 讲故事 来 说说你为什么 这么会讲故事 我小的时候呢 从两岁开始 一直到六岁上学之前 只要没事的时候 就跟我爷爷偷偷溜进电影院 去看电影 每天看电影 一年365天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所有的电影 我几乎都看过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 看电影看多了 我就会讲故事 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会讲故事的源起 你一直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还是创业人 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 两次创业失败 创啥业 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怎么失败的 野心太大 其他人开广告公司的时候 都是什么打字呀 复印啊 装钉啊 然后干在小活 你就可以维持生计 但是我不一样 我总觉得我创业很好 然后我一定能拿上来 一个大项目 一单大业务下来 一千多万 然后吃一辈子 吃一辈子 对 失败了之后 又开始打工了是吧 因为我以前 一直跟我们当地的 医疗媒体 和医疗行业合作 民营医院 然后等到我的公司 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医院的投资人 对我说 你那个公司又不赚钱 你开它干嘛 你把它结束掉 然后载着你的团队 直接全部到我医院 来上班就好了 干嘛呢 医院营销 渠道推广 然后医疗媒体 怎么样 一直干了九年 2017年开始 我就离开了这个医疗行业 然后这一年多以来 一直在家里专心写小说 那你现在做自由撰稿人 写小说刊登了吗 我的一部小说 现在在一个文学网站上连载 现在有240万以上的点击量 那你现在再来跟别人打工 你适应得了吗 适应得了 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上司 赵令西改 我当时参与一个商业地产的策划项目 从下午开始开会 一直开到晚上 上来的议题是要请三个大明星 到开盘仪式现场来做代言人 三个代言人的名字 来回不停变化了五遍 然后每遍一次 我再拿着一个整版的报纸 跑到哈尔滨的报社去发稿子 等到发最后一遍的时候 报社的印厂的师傅跟我说 说你别来了 因为报纸都已经上机开印了 你再晚一会儿的话 我们已经印了20万份报纸了 然后老板说 不行 这个时候是体现你的执行力的时候了 你怎么来做这个事 然后我一狠心咬牙说 老板 我们按报纸的明天的零售价 五毛钱一份 20万份报纸 我们现在花10万块钱 把这种报纸全都买回来 然后换上我们的新报纸 让它重新再印上 这是我人生职场里头 经历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件事 我花了10万块钱 买了一堆废纸回来 现在你 再进同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来做 关于这个事的话 我确实有一个教训 凡是上级领导交代给我的工作 只要不是说 现在紧急马上要去做 这个事现在不做 就会有很严重后果的 那么我通常都会给他留出一个 让他犹豫和反悔的时间 从我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的话 99%的问题都会产生反悔 这就是我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一个真正的热爱营销的人 你一定要有自己专业的坚持 但是我觉得在这点上 他没有表现出来一个 营销人的专业和那种热情 我觉得是挺失望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想要求的薪资是 低薪不低于 20K 来 第一轮选择 谢谢各位 还有13张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昨天晚上的话呢 我亲自给 安卓李大名呢 做了一个项目的策划案 谢谢 谢谢 那我可以讲讲这个吗 好 简单地讲一下 从我做产品策划主要来讲的话 安卓李大名 现在应该建立两个品牌区格 我们把这个品牌呢 叫做妈妈米养 不带口子旁的米 妈妈米啊 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呢 叫做宝贝米 这两个品牌呢 第一个是专门供给 就是全运州的运妇的 它是运妇营养专供运 然后呢 宝贝米呢 是专门供给 两周岁以后到五周岁之间 那么区格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 第二步就是走它的渠道 在我的设想中的这个渠道 应该像发快递 或者是做配送一样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产品 从城市的配送中心 直接配送到小区 甚至直接配送到家 这个策划的基本的核心思路是 用两个区格的产品 形成一条消费链条 然后拴住一个家庭的消费者 六年的消费逻辑 那么恩都里现在面临的一个优势就是 品牌是我自己的 渠道是我自己的 然后我用自己的品牌 加自己的渠道 然后去拓展这个市场 然后用两个不同的细分定位的话 去去隔一部分消费者 我觉得这是我昨天晚上 想到的一个策略 客观地讲 这个方案太普通了 因为你进入的还是一个红海 你在网上搜 至少你能搜出一千个 或者一千个以上的 母婴类的米类的产品 我觉得我在讲述的时候 心情还是很紧张 但是我一直在压抑着 我自己的心态 所以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 表现的并不是十分理想 一个好的策划 一个好的品牌的逻辑的话呢 它一定要进入到无人区 有可能你的竞品 一定是大米 而是另外一个品类 所以说你如果在原有 品类当中去做的话 你真的是增加成本 而这个时候 你的营销逻辑要调整 一定是进入到一个 非同类当中的品类当中去之后 你才能占据优势 这个时候你在市场当中 你的竞品也发生变化了 所以这一千多个竞品的时候 你根本打不过它 我认为它在现场 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出的一个 细分市场的定位和创意 远比N都里 现在这种大众化的创意要好 因为从用户的 这个营销的印象角度来说 我更容易记住妈妈米亚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快销品时代 它的这个营销角度 我认为更专业一些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大家虽然都在做 但是谁先细分到最细的程度 谁先把这个口号打出来 这个渠道和市场的话 就归谁占领 在我自己原始的构思中 我是想把这个大米 做成一个高端的产品 是很契合现在 恩多利大米的这个品牌形象的 但是问题是 在台上讲解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个观点 讲述得很清楚 所以造成了张总 很可能对这个问题 产生了他自己的疑问 来 我们先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你如何看待全民 争相议论的流浪地球 破45亿票房大关 成为国产现象级科幻电影事件 这背后又反映了 哪些职场当中的哲学 我记得就在不久之前 在很多自媒体上 包括麦麦和微信上 都有一个讨论 就是当时小说原作者刘慈欣 在写小说的时候 是在电力工程公司 然后在上班的 碰云时间写出来 然后当时呢 国家电力公司 还给刘思新老师 发了一个回函说 希望你能好好工作 然后等等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深刻的职场问题 然后当时在那个自媒体上 我给后边留了一个言 两害相横取其轻 两利相横取其重 实际上很多人 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大家 他没有真正地去把这个题 给解出来 就是他完全没有说 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样 要反映出哪种职场的哲学来 反而是说了一堆东西 但是实际上没有去点题 他没回答问题 并不代表 他的职场情商不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领导 交给他的工作 我必须 你说一 所以你认为就是他 资场情商是比较高的 在这两个问题当中 如果有一个问题 我不善回答 我索性就回答下一个问题 这其实是一种职业情商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内比到自己身上 首先我同意库老师的话 其次我挑战这位老师 因为我觉得 在职场沟通成本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沟通成本就是 我们共同在一个维度上 然后对一个问题 进行同一个方向的讨论 您刚才在此之前表现 我都非常满意 但这一点上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偏颇 这个我觉得 的确是职场的 直接的问题 如果你上来说 第一道题 我不太想回答 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过了 我觉得也行 还是我太直接 你们觉得这样不合适 我比较同意小叶的 什么是情商 我觉得比较很好 什么是职场情商 就是在职场中 识别和管理别人的情绪 以及识别自己 和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那他能体现呢 这就像上次 我问一个散打高手 那个冠军 我说 要是你跟真子丹打 谁打得赢 他回答我一句 没有说我能打赢他 也没说他能打赢我 他说的是 如果他跟我打 我自己花20万 买张门票 这就很聪明 坦白地说 我刚才之所以 有意识地忽略一下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在这部话说出来 我觉得我写得 比六次心好 但是我不方便说 那也可以 这也可以 这也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好 他的职场情商课 我认为反而是他 职场超高 表现的一种反应 因为他在台上应对的时候 他收放自如 很善于把握现场的节奏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他是能跟土蕾 相媲美的一个 节奏感的高手 接下来选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整个 直接进入弹琴不伤感情 稍等一下 在直接进入弹琴不伤感情的时候 其实灭掉这么多灯 我还挺诧异的 他始终在讲话的时候 其他的人还都是在听的 那这样的一种就是你喜欢 但却不想用它 就像这部电影 《流浪地球》 卖座 但是专家们都不叫好 难得是一个巧合吗 其实《流浪地球》的票房 今天大家看到的呢 其实观众更多地给予的是 我们的一种爱国的一种情怀 我们从《流浪地球》可以说 这是2019年是中国科幻影片的元年 就是这部作品的意义 大过了它的意思 是的 那再结合它呢 为什么你们听得都晶晶有闻 最后都不选它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灯灭掉呢 我还是请您理解我的选择 如果是我要跟您合作的话 那肯定是编剧 编剧是不需要去做班 不需要去上班的 所以我们之间我不能给您发工资 让您这个天天坐班 因为坐班的也写不出 什么样的这个剧本来 好 来 何东东 来 职位和借要钱 其实呢我们也是 类似于编导的工作 编剧本 因为今年《法国梦泉》 会大力地在短视频和微电影上 去做大量的作品出来 但是呢我们可能在工作方向上 需要你更贴合 现在90后甚至95后 他们的心态和状态 去写一些小的短剧 薪资的话呢 目前来说是一万的底薪 我带他回答你 他会看不上你那些小东西的 我不这么觉得 小微电影 微视频 肯定看不上 你呢真是聪明 你是有智慧的 你死就死的 喜欢把这些小智慧 特别喜欢 赶紧说出来 赶紧献出来 还说自己先锋道骨 你点忍耐力都没有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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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孟权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确实不好意思 谢谢企业家给我的这个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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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悔改 还要笑两下 还有 因为你真是能抢会算哪 老都 谢谢老师 你太神了 哇好崇拜你 先锋道骨啊 谢谢